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回戰啦 沒有錯喔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今天要來炸彈活動 那除了炸彈活動以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金秋收穫節快要結束囉 那大家這一次有沒有順利取得拼圖角色呢 那目前剩下的這些東西 應該就是要用我們原寶來打開的啦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抽個原寶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我們這隻角色 龐統 怪盜Z少女的UR加 讓大家看一下他的角色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那龐統我們之前好像也有讓大家看過嘛 他就是做鳥籠的這個 然後進去第二個是拿書架的 我記得這個好像當初也是只有讓大家看畫面 然後也是黃標區的東西 所以沒辦法大家看到完整喔 待會我們就讓大家看到完整的龐統 然後看一下這角色究竟厲不厲害 那他是我們蜀國的角色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我們今天的這個轉彈 這個 炸彈系列的運勢會是如何 來 走起 拜託 讓我拿到十幾萬吧 我還沒有拿過十幾萬過耶 好 這邊獲得精進數36到180 這邊是有小顆玩家 所以我們一定是炸這個紅彈的喔 因為紅彈炸下去才更有機率翻倍 因為你看我們這邊贏彈是42到80 所以他是初期的這個比較多 就是 你的這個低獎的時候是比較多 就是你可以不用擔心就是那個 你投30進去啦 然後會變到很低 他是這三個彈裡面最高的就是42 然後但是他的上限是最低的喔 就到80而已 然後金錠這邊的話 金彈這邊是39到120 然後我們紅彈這邊是36到180 好不好 來 走起 先給他砸起來了 拜託 好 這邊719 然後300 300這邊443 3000 來 3000那邊4810 OMG 拜託 拜託拜託 三萬的 給我好一點 求你了 拜託 哇 46067 這好像就普普通通耶 但是總比上次好像三萬多好吧 對不對 我覺得這次四萬多這要小賺吧 好像也沒有賺很多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那我們這次炸彈的話 炸到了這個四萬多 那大家這次炸彈打到多少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來 先把這個拼圖給他弄起來 目前來說這個抽我這樣340的話 我應該會 會直接略過吧 因為我這次可能沒有要抽 要不然就是要把這個 把我們這邊的這個券子給他抽完 好不好 這邊我們有這個 武田信玄啦 好啦 抽個10抽好不好 10抽走起 則5片碎片 再抽個10千喔 5片 這邊10片 然後5片 OK 沒了 哈哈哈 那這隻的話 目前來說 因為我覺得他要跟這張張簽信搭 但是我現在這一次 我的元寶還不夠足以 就是讓我這麼恢復 所以我就想說 先算了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就是 立即完成 立即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龐筒究竟是怎麼樣子 然後抽取寶物 我這次沒有存夠 因為我的抽取寶物都用到 就是之前前兩次了喔 前兩次用完了 然後這個獲得一個新的UR武將 沒有喔 下去 啵啵 但他旁邊都會補你一些鑽石啊 所以應該是還好 就不會說到這個 真的那麼的貴 我怎麼感覺好像 把我剛剛那個 拿到了這個4萬多又要再補回來了 怎麼會這樣 夭壽 消耗8萬金錠 好 沒辦法 只能這樣子 哇 又回到我們6萬了 OK 好 拿起來 好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龐筒啦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喔 有啦 至少還是回到7萬這邊 好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拿到這個 UR家的這個龐筒喔 好 那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拿到嗎 其實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可是我們是不是還沒有這隻角色 所以就不行 好像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張角 好像也是還沒有拿到角色 所以就不行喔 好 來稍微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龐筒的這個效果喔 他一開始的話 跟他的第二個這個效果差的蠻多的喔 這是我們的龐筒 他是一個很像精靈姐姐那種感覺喔 好 這個是他的這個 第一個迷樣抖動 欸 這個他應該是第一個動作啦 就他會把他的藍色玫瑰花 撒到天上然後開始爆炸這樣子 然後點兇的話 基本上是他的迷樣抖動 他很晃耶 就是整個鳥籠一起晃啊 他這看起來很像鳥籠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的旁筒 然後點腳的話也是一樣 在點腳咧 好像是這樣 所以目前來說他好像就是兩個動作 沒有沒有 你點手的話呢 他的那個 因為他原本臉上不是有那個薄紗嗎 大家有看到嗎 他臉上是有藍色的薄紗 你點他手的話薄紗會飛掉 然後他就用手去遮好不好 所以 這是他的三個動作喔 一個是把玫瑰花丟到天上然後爆炸 然後一個是迷樣抖動 迷樣抖動 然後一個是薄紗飛了 手去遮臉 沒問題 所以我們優雅的這個龐童姐姐 好不好 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能力 技能 他是SSR的 目前來說 智力型的武將用較高的魔法攻擊與防禦力 然後這邊是不扯輸武將跟控制的喔 看一下技能 第一個是破法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奇門陷阱 使隨機三名敵人100%紀錄 進入這個連環狀態 不受命中影響 持續三回合造成500%的法術傷害 連環 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受到攻擊 或是燃燒傷害時喔 其他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 受到本次傷害30%的傷害 所以基本上會讓別人進入這個連環狀態喔 然後就是會有這個 效果喔 處於連環狀態武將受到攻擊或是燃燒的時候 所以跟一些能夠燃燒的角色搭配的話 應該還不錯 然後第三個是 黑暗兵法 對隨機三名敵人造成80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的話 則不良狀態延長一回合 喔 沒問題 然後命輪1開啟這個次郎中 攻擊力加30%會吸引值加LV乘以200 然後命輪3開啟這個鐵鎖連舟 受到攻擊後30%機率使敵人進入燃燒狀態 持續兩回合 喔 所以他可以自己讓別人就是那個 連環然後又可以自己讓別人燃燒 這個還蠻不錯的 舒服舒服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鳳除 是我們的這個陰式效果 戰場上沒有一名處於連環狀態下的敵方重傷 自身獲得兩枚弱鷹 累積四枚弱鷹後一直進入陰式狀態 陰狀態下攻擊力提升50% 生命值吸收提升30% 喔 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的這個旁統 那看起來基本上他就是可以就是給別人上一些 就是那個debuff效果啦 然後那些debuff效果的話 還會持續的受到傷害喔 好 來看一下他的UR UR的話我們之前也看過了 他就是在圖書館拿書的咪咪 我自己個人就比較喜歡他的學生 OMG 喔 之前好像這個被黃標吧 但是現在OMG 欸黑絲襪 真是個好東西 呵呵呵呵 好 這邊的話 這點他頭的話基本上他拿書 然後 然後就忘記遮屁股了 然後就被我們看光光 所以他就害羞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第一個動作這樣子 欸有人真的會這樣穿嗎 這很隨機欸 嗯 我覺得這樣比較美的 然後點兇的話這邊就是我們的迷樣斗洞喔 然後點屁股的話基本上 上面會掉書下來砸他的頭 他會摸頭這樣 然後我們就看得更清楚了 這根本還蠻好看的 我是說以一個審美來說啊 我是覺得這樣搭配是真的蠻好看的 先不要往色色的方面想 我是覺得這個真的是 叮叮叮 該怎麼說呢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種若隱若現 其實我覺得 就是大家全部脫光光那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那種若隱若現那種感覺 才會有一種那種Sacy的感覺 好不好 就是會有那種哇好美的那種感覺 這是另類的那種就是 呃 激其美好不好 哈哈哈 我跟你講大家真的不要把這種東西 搶葬成什麼好色什麼之類 我跟你講 就是大家如果是已經是18歲以後了 大家 基本上喔 你們看多了你們就會覺得 嗯 大概理解哲平在說什麼 就是有些東西啊 真的就是不要看他們 就是全身赤裸裸 赤裸裸一點好看的感覺都沒有 就是要這種就是 落影落線 曲線美是最美的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們追求的就是這種美感 OK好不好 OK 我們第一招這個破法 普通攻擊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第二招是這個文璇探討 使隨機四名敵人100%進入連環狀態 原本是三名現在變四名了 然後不受命中影響 持續三回合 對選中的目標造成700%的法術傷害 然後連環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受到攻擊後 或是燃燒效果時 其他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受到本次傷害40%的傷害 喔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禁止喧滑 因為它在圖書館裡面嘛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最有趣的就是 它都會告訴你就是跟它的圖片有關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挺有趣的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禁止喧滑 對隨機四名敵人造成110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的話呢 這傷害交費不良狀態延長一回合 然後命輪一開啟這個次郎大 然後攻擊力加這個42% 會先一直直加LVX280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命輪三的話會開啟這個蘇海 有一個新的這個招式了 蘇海 然後受到攻擊後45%機率 使敵人進入燃燒狀態 持續兩回合 燃燒每回合受到這個 施加者100%攻擊力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所以這隻角色可能要到命輪三會比較 能夠有一個自己幫自己的效果 因為它會幫門別人上連環嘛 然後自己又可以上燃燒的話 應該會還蠻OK的 就可以打一個自己流 就不用靠其他角色這樣子 好 命輪五螺會開啟這個蒼蠅大 生命值上限加42% 命中值加LVX280 然後它的這個 陰式效果是這個 靜默獨處 戰場上沒有一名 處於連環狀態下的敵方中傷 自身邊獲得兩點的這個落陰 累積四枚落陰後 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陰式狀態下 攻擊力提升60% 生命值吸收提升40% 好 沒問題 那我來看一下究竟要怎麼讓大家看到它的UR加 我看一下 UR加的話應該要從這邊看吧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是還沒有拿到那隻角色的 但是我們自己應該是可以那個的才對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拿到了嘛對不對 但是它這邊好像還不打算給我們看 有龐桶 那我們這樣算是可以看還是不能看 好像不行耶對不對 欸不是啊 我們明明就有 明明就有拿到喔 為什麼不給我們看 奇怪了 小氣鬼 我們明明就有這隻角色 我就一定要把它抽出來嗎 這樣不行耶 哇 這邊沒辦法讓大家看到它的那個動態效果 還是我們去那個 這邊可以看得到嗎 拼圖 對啊 這邊只能這樣看了各位 因為只能 只能這樣看了 各位 抱歉了好不好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騎摩托車的姐姐啦 從學生妹直接變成這個 騎摩托車的這個女郎了 完全不一樣了好不好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大概技能 第一招一樣是破法喔 這個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第二招是這個終端駭路 對隨機四名敵人100%進入連環狀態 不受命中影響持續傷回合 造成1300%的法術傷害 連環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受到攻擊後 會燃燒傷害時喔 其他處於連環狀態的武將受到本次傷害40%的傷害 然後再來是連鎖清洗 選擇隨機四名敵人 清除目標隨機一個強化效果 對選中的目標造成這個 1200%到2400的法術傷害 目標生命值百分比越高喔 傷害越高 然後如果目標處於不良狀態 則傷害加倍 目標所有的是不良狀態 延長一回合 命輪1的話是這個次郎極大 攻擊力加60% 然後彗星一直加LV乘以400 命輪3的話是這個電池脈衝 受到攻擊後60%的機率 使敵人進入燃燒狀態 持續三回合 如果目標已處於燃燒狀態的話 則目標燃燒狀態會延長一回合喔 所以這邊的話是還蠻不錯的 命輪3還有60%的機率 已經提高機率 然後是受到攻擊後 會給敵人進入燃燒狀態 可是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他打到我們那個人還是全體 這個可能就不知道了 應該就是他打我們那個人吧 然後每合的施加者會 100%的攻擊力的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然後加上我們前面的連鎖 就還蠻猛的喔 好 這邊的話命輪5的話會開啟這個 昌鷹極大 生命值上限加60% 命中值加LV乘以400 命輪9來了喔 當機 當自身在場時 如果處於連環狀態的敵人 進入重傷狀態 則有100%的機率 使隨機兩個敵人進入連環狀態 持續傷毀 如果場上有敵方處於連環狀態 則旁統的物理傷害承受降低10% 乘於處於連環狀態的敵人數量 最多降低60% 這還蠻猛的耶 就是 你先讓一隻角色連環狀態 然後他只要受重傷對不對 他就把那個連環狀態 給隨機的兩個敵人 這個還蠻厲害 然後他還會就是 就是讓自己扛那個 扛壓屬性 就是在更高這樣 我覺得這個還蠻猛的 這個 大家如果就是 喜歡的話可以來嘗試一下 我們這是旁通姐姐 好不好 旁通姐姐我覺得還蠻OK的喔 好那邊 怪盜的自己少女 戰場上我有一名處於這個 連環狀態下的敵人重傷 自身邊獲得兩枚弱鷹 累積四枚弱鷹後 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上一些敵發股給別人 然後別人只要有那些敵發股的話 自己就會增加一些能力這樣子 陰式狀態下的攻擊力 提升60%生命值吸收 提升40% 並可吸收30%的這個 連環傷害恢復旁統的生命值 哇 他就是一個 連環跟燃燒的恐怖的妹子角色喔 也是一個質地型的角色 但是 這次比較可惜啦 沒辦法讓他看就是那個 他的動態 明明我已經取得了 但是我前面拿兩隻角色還沒拿到 所以就不行了 只能讓大家看到這邊的洞了喔 那你們喜歡這隻角色嗎 對於這次的龐桶 覺得他的效果怎麼樣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然後你們這次 炸彈炸彈怎麼樣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囉 我是品載劍囉 大家掰掰啦